今天分枚给大家带来一部能让你恨的咬牙切齿的影片 《流浪者》 故事发生在英国的一处贫命窟 女主安娜正在打电话向母亲哭诉 自己遭遇了人生滑铁炉 不仅丢掉了工作还欠了一屁股债 不过从母亲的回答我们能看出来 这一切都怪安娜自己 她与老公经常靠信用卡充当大款 给周围人营造了一个有钱人的假象 从而抬高自己的身份 说白了就是打中脸充胖子 没想到事情败露 现在连房租都交不起了 最终安娜选择离家出走 华民一转来到了几年后 可谓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如今的安娜彻底脱贫了 摇身一变成了富人区的一员 住进了梦寐以求的豪华别墅 里面的设施一应俱全 名牌包高档化妆品数不胜数 最主要的是她还更改了自己的姓名 其名为输分 可以说是完全变了个人 她现在张口闭口就是邀请别人 参加自己的慈善宴会 这必让她装的那是五体投地 嗖 问题来了 一个连房租都交不起的女人 是怎么走上人生巅峰的呢 原因也很简单 有种女人靠征服男人来征服世界 说的就是淑芬 她凭借自己仅存的韵味 调上了当地富人区的一个大款 威廉 是一家保险公司的老板 本可以在家当少奶奶 可淑芬是个事业心比较重的人 最终通过丈夫的关系 给淑芬安排到了一家私人学校当老师 之前的穷日子可给淑芬过派了 有了这个机会 淑芬开始没日没夜的工作 最终成为了学校的副校长 就此实现了人生翻盘 再婚以后 淑芬给威廉生下了一儿一女 现在已经长大成人 在自己的私立学校上学 想必 应该没有比这个还理想的生活了 家里不缺钱 儿女还在自己眼皮子底下成长 真可谓是高枕无忧 可就在此时 一个黑人的出现 让淑芬脸色大变 这个黑人 早在淑芬上班的途中就出现过 当时还因为分散了淑芬的注意力 召唤了邻居家的车 如今再次出现 还主动接近淑芬的儿子 汤姆 这样淑芬是怎么也接受不了的 那么问题来了 这个黑人又是谁呢 淑芬为什么如此害怕他 带着这个疑问 我们继续往下看 这次以后 诡异的事情就接连发生 一向言听计从的儿子汤姆 竟然偷偷地躲到小树林里面吸烟 这可给淑芬欺诈了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在送女儿去同学家玩的路上 淑芬又看到了一位黑人女性 更是让她神色慌张 险些再次发生意外 然而这一切 才仅仅是个开始 晚上回家 正好今天家里有客人 是丈夫威廉的商业伙伴 一对很传统的白人夫妇 也不知道女儿雪莉 今天抽了什么风 竟然弄了个黑人脏片发型 这不是给叔芬上眼药吗 白人夫妇看了以后 立马起身离开 自然是觉得叔芬的教养有问题 另外 今天是周三 儿子本应该去上篮球课 可始终都没有回家 叔芬担心儿子出了什么事 便直接报了警 这个警官跟丈夫威廉很熟 平常这种事 警察都不管 因为没到48小时 可威廉的一句给钱 警察便开始展开了搜寻工作 结果刚出门 他们晃晃悠悠的回来了 这给叔芬气的 最终他终于爆发了 把孩子一顿打 给丈夫都看傻了 这可是赤裸裸的家暴啊 不过谁也不知道 叔芬现在的心里 到底在想什么 这件事过后 叔芬想到了一个 非常不理智的解决办法 那就是让校长 将那个黑人老公开除 只因为他曾经 跟叔芬儿子接触过 叔芬就认为 是他给儿子带坏了 校长一听 这可不行啊 现在是敏感时期 如果没有确凿证据 就赶走一个黑人的话 会背上种族歧视的罪名 这个责任 学校可担待不起 无奈之下 叔芬儿只好作罢 不久后 迎来了叔芬儿的慈善宴会 在场的嘉宾 都是当地有头有脸的人物 这次慈善主题 是呼吁广大市民 对孩子负责 为那些因家庭环境不好 而被抛弃的孩子们缅怀 希望以后 再也不会出现类似的情况 可就在此时 讽刺的一目上眼了 在人群的远处 叔芬儿看到了 他最不想看到的两个人 正是那对黑人男女 随后叔芬儿对他们 开始大吼大叫 情绪完全失控 在场的人 看得是一头雾水 可当这对黑人男女 开口的时候 所有人都惊呆了 看来不是别人 正是叔芬儿以前的孩子 应该说是安娜的孩子 这下尴尬了 慈善宴会呼吁广大市民 不要成为抛弃孩子的家长 没想到叔芬儿自己 正是那个维利是图 抛家弃子的人 此刻也迎来了反转 画面回到五天前 这对黑人男女 曾经是叔芬儿以前的孩子 那时候叔芬儿还叫安娜 而儿子叫卡尔 女儿叫迪奥 通过多方打听 两人终于找到了 当初抛家弃子的母亲 不过安娜现在 已经改名叫叔芬儿 起初 两人想通过偶遇的方式 与母亲见面 希望母亲能与他们相认 并将这两个漂泊在外的 儿女收留 可不了母亲不但没有相认的打算 还非常逃避 这就别怪子女们了 如果你想通过撇清之前 与孩子的这层关系 来维持现在家庭现状的话 那么我们就从你现有的孩子入手 打破你这种不切实际的梦想 随后 卡尔与迪奥开始想方设法 主动接近汤姆和雪莉 这里说来也巧 也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 汤姆和雪莉看到卡尔和迪奥 特别亲切 可能是因为有血缘关系吧 不过也正是利用了这层关系 卡尔与迪奥开始执行了自己的计划 也正如当初舒芬所想 儿子与女儿的种种恶劣行为 真的是卡尔和迪奥所为 包括儿子躲在丛里里吸烟 正是卡尔给他带到那儿的 女儿的脏便 也是迪奥给他精心设计的 然而这并不是两人的最终目的 他们的最终目的 实际是要了汤姆和雪莉的命 让抛弃孩子的舒芬 感受一下实现孩子的痛苦 之后 迪奥将雪莉带到了出租屋 卡尔将汤姆约到了天台 分别要将两个伤害 可最终因为一件事 让他们各自都心软了 本来卡尔想要将汤姆 从天台上推下去 可此时 他发现汤姆被吓得尿裤子了 让卡尔认为 这个同父异母的兄弟 都是悲剧下的产物 要说卡尔从来都没有感受到母爱的话 那汤姆则是从头到尾 都被母爱压得喘不过气 一丁点个人空间都没有 娇生惯养 导致汤姆的社会经验基本为零 要不是论背景 将两人放到社会上的话 他还真不一定能混得过卡尔 这句话对雪莉同样适用 不过迪奥也没有下去手 因为这个天真活泼可爱的少女 什么都不懂 迪奥又怎么忍心 让她为母亲买单呢 就此 卡尔与迪奥决定还是去母亲的慈善宴会 与她当面对峙 这才有了之前的那一幕 这件事过后 书芬也是彻底慌了 自己的谎言终究还是被拆穿了 面对现在的丈夫以及孩子 书芬是百口莫辩 她承认欺骗了威廉 没将自己有过孩子的事说出来 在现在社会中 这也太常见了 热恋中的情侣 实际都有各自的秘密 有的选择在婚前说出来 但有的打算隐瞒一辈子 不过一旦被发现 面临的问题将非常巨大 不说离婚 至少也会影响到夫妻之间的感情 书芬也不例外 这件事给她扣上了抛架妻子的帽子 不过这里说起来 她的丈夫是个好人 她表示既然都相认了 那就把两个孩子接过来 反正家里也够大 无非也就是多住两个人 可淑芬拒绝了 她表示自己有解决办法 不过是什么她倒没说 只是告诉丈夫 相信她 一定会把事情处理好 而她所用的方法 是所有方法当中最失败的那种 直到现在她还执迷不悟 要保全自己的颜面 她将卡尔与迪奥约了出来 订上了一张两万英镑的支票 表示这些钱足够你们回老家折腾一段时间了 你们想创业 想挥货都可以 没钱了你就吱声 我再打给你们 言外之意就是 用钱买断这层关系 让俩人别再影响舒芬现在的生活 听到这 卡尔和迪奥也是彻底傻了 身为母亲 完全误解了两个孩子的想法 她俩想要的 只是一个家 一个能定居的地方 甚至一具母亲的关怀 可到头来 还是沦为了四处漂泊 最后卡尔也很热泪 收下了母亲的两万块钱 并表示 感谢母亲的养育之恩 说完便转身离去 本因为事情就此结束 实在不然 到了晚上 卡尔与迪奥偷偷潜入了叔父的家 而在最后一段 影片定一位团聚 可这个团聚 真的是够讽刺的 卡尔表示 今天来没有别的目的 就是过来算笔账 分隔二十年 你给了我们两万块 那就相当于一年一千块 这还真得省着点花 不过今天我也豁出去了 我拿出一千块钱 请大家吃个三伙饭 正好今天 也是妹妹迪奥的生日 而这里最讽刺的是 当初母亲离家出走的日子 刚好是妹妹的生日 时隔二十年 就当给妹妹补过个生日吧 天真的汤姆和雪莉 本以为这是一件好事 家人终于团聚了 便开始张罗 赶紧点外卖 一起吃个饭 实际卡尔和迪奥 是来复仇的 两人这些年之所以能活过来 经历了所有非人类的大遇 妹妹因母亲当初离开 患上了抑郁症 最终一位没有监护人 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哥哥只好陪他一起去 两人这次来寻母 完全靠的是多年的抚恤金 一点一滴积累下来的 到头来 母亲却又给他们两万块钱 再让兄妹俩回去 这简直就是不给活路 那么既然这样 谁都比好过了 之前提到过 卡尔的复仇 不在几个孩子身上 全都归功于 不负责任的父母身上 然而这种想法 一无所知的威廉就遭殃了 他还认为都是孩子 哄一哄就过去了 便好心地带卡尔 玩起了健身器价 而他不知道的是 卡尔的目的 是想给不负责任的家长弄死 就这样 威廉惨死卡尔的手下 可以说 这一幕是极其讽刺 而又非常悲剧的 如果舒芬处理得好一点的话 完全可以成为一个 其乐融融的家庭 而他的选择 却害死了丈夫 又拆散了家庭 然而 这还不是最讽刺的 此时点的外卖已经到了 而这却给了舒芬 趁机逃跑的机会 舒芬告诉外卖员 稍等一下 我去给你拿点小费 在国外给小费这种事 是很平常的 尤其是在富人区 而舒芬利用这一点 上楼拿着钱包 再次选择跑路 20年前的今天 安娜就用同样的方式 抛家弃子 20年后 她依然用同样的方式 选择逃避 当四个孩子反应过来的时候 母亲舒芬已经消失得 无影无踪 这个维利是图的女人 从此以后 又将多增加两个孩子的仇恨 不过这对她来说 应该不算什么 她的想法 无非就是 再换一个名字 向第三个家庭进发 可四个孩子的人生 将永无明日 故事结束 这个故事结尾 正好对应上了影片名 《流浪者》 维利是图 爱慕虚荣的舒芬 外表看似像一个成功人士 可她的一生 都在外漂泊 可以说她才是真正意义上的 流浪者